过去我们常常在讲说 新冠肺炎病毒大概是要七成到八成 可是对Omicron来讲 因为这个病毒已经突变到一个地步 给大家看这个图 这其实是人家用那个模拟的 其实是晶体绕舍之后 我们看到的这是Delta的病毒 这是Omicron的病毒 上面的红色的点点 这边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病毒的 这个极蛋白上面产生图片的位点 所以Delta病毒它其实图片的点没有很多 就是十几点 可是Omicron有四十几个位点都产生图片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它跟它的受体 就是AC2受体 还有它的辅助受体结合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很厉害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说 一个病毒它演化到一个地步 它可以再跟它自己的 它的那个标靶细胞的这个 上面的受体 可以产生这么突变 然后互相互补来互补去的 而且让它甚至突变了之后 它去感染力又要增加 所以可见这支病毒是非常狡猾的 在演化上面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病毒 它其实是独立的一个分支 它也不是Alpha Beta Gamma Delta 都不是 它就是独立的一个分支 可是它默默的就在人群里面 而且在Boswana 在非洲的南部的这个 这个南非上去的那个 Boswana这个国家 是在艾滋病病人身上 慢慢慢慢演化一段时间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毒很厉害很狡猾 它趁着是感染一个免疫 有被抑制的这样子的 艾滋病病人体内 它慢慢的去修饰 它的胺基酸的序列 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它增加它的这个攻击力 而且它变成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 说只是Covid-19 不是只是Aerosol 不是只是气胶的传染 现在是Airbone Transmission 空气都会传染 所以换句话说戴口罩 其实必须Seal的很好 你如果这边没有压得很紧 旁边有漏气的话 很容易它就是进来了 因为它不见得了 所以我要说明的是说 Omicron这个病毒 如果你说要集体免疫 群体免疫要打到疫苗 打到什么地步 可能要八九成以上 才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我要保护的 我觉得现在疫情指挥中心 一直没有听 就是没有听进去的 也没有好好处理的 就是我们要保护的是弱势族群 这边包括我们的长者 包括我们一些有慢性病的人 甚至艾滋病的病人 他们其实应该要有个绿色通道 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 还没打疫苗 可能只打 甚至一季都还没打的 可是他们现在 有将近两成一季都没打吗 对 两成 将近三成两季没打 但是大家知道吗 现在它一旦开放了 就是说只要第二季打完 三个月就可以去登记打的 现在加起来 已经有将近六百万人 是可以登记 可以去打第三季的 可是问题是 对长者来讲 他们怎么排队在那边 甚至还有一些还没打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 今天疫情指挥中心 每天下午两点 应该要告诉我们 你们有没有盘点 国内所有的长照机构 尤其是群体生活的 独居的老人 就住在长照机构的 或者是说这独居的 就年纪大七十岁以上的 这其实各县市的市长 拜托一下 这是你们的任务了 你们其实应该要好好的盘点 这个东西 你要去到府服务 你必须要到这些机构里面 去帮助他们 但是如果你现在都是急急盈盈的 就是在这个接种站 然后再忙着帮健康的族群打 这些人都已经打完两剂 然后再打第三剂 而且得到可能都不会有症状的人 那时候就是重点划错了 重点划错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情况 其实是很严峻的 我们怎么样在 其实社区整个的情况 是已经爆发开来了 很多都是不知感染源 那你说现在真的需要 一直去追那个感染源 那这是清零的概念 真的需要这样子做吗 你是不是应该把时间 放在重点上面是 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弱势族群 让他们可以赶快打到疫苗 打到疫苗还是重要的 我陈大老师觉得说 打疫苗不重要 我觉得打疫苗是重要的 我是讲的重要性 你话错了重点 是是是 所以打疫苗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打了第三剂之后 你对于Omicron的保护力 是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 重点应该是说 打了疫苗之后 让这些长子 得到他症状 不会那么严重 事实上是变成 无症状感染者 甚至症状很轻 所以我讲一个东西 这个是其实是网路上面 还没有发表的文章 但是已经preprint 已经可以看得到 这是在美国用大数据分析 给大家看说 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美国如果是得到Delta 跟Omicron 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症状 不管是在去IC 去那个急诊室 住院 然后甚至很严重的症状 或者是要插管的话 相较于Delta病毒来讲 Omicron得到的小朋友 五岁以下的小孩 他们都是 症状都是比较轻的 都是只有三分之一的case 那当然这是什么 这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当然都是没有免疫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就是大家来比较 都是美国的小朋友 可是相较于Delta Omicron得到的人 症状是真的比较轻 所以他意思说 比较年轻的比较小的不重要 还是那个老的 或者是危险的比较重要 那事实上我们刚好 反其道而行 Omicron就18岁这样都可以打 不下去开放这样 所以当18岁以下都可以打的时候 那个弱势的反而被排挤打不到 他现在已经开放到 将近600人都可以登记打了 600万人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